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nde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相信这奇特的游戏目前正在全球封测吗? 偷偷告诉你 继续看下去 就可以快速了解游戏的内容 虽然我不是雅虎情魔知识家 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 小千世界 游戏最早于2020年发表 目前已为二册 开发商是韩国的Tini Studio 并由韩国的SmileGate旗下负责手游品牌的 SmileGate Megaport发行 该品牌之前还发行过像是第七史诗 超级战车大作战 以及还有一款未上架的Alter Planning 而看到游戏的宣传画风 可能有人会先联想到萨尔达 这类画风都是属于所谓的 赛碌碌卡通渲染 通常特征就是 边框明显、大色快、渐变较少 阴影表现锐利、结构较精简等 早期是作为动画制作使用的绘图技法 像早年的原子小金刚、小叮当、灌篮高手、七龙珠等都会使用 而依照维基上相关的游戏列表 最早采用这方式的是1997年卡普空的《洛克人传奇》 近期的话像《原神》、《美丽星世界》、《Sable》等游戏都有采用 是目前已经很普遍的呈现方式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次循述挖掘 而对玩家的好处就是硬底需求降低 但相对来说3D的细节纹理呈现度就不高 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风格 游戏玩法是标准的MMO 我本次是使用官方释出的PC版做试玩 开局我们可以选择阵营及性别 游戏中有提供简易的捏脸系统 但不用太期待可以细部调整 有一段起始剧情 塑造玩家穿越到异世界的仪式感 然后就是简易的操作跟战斗教学 一开始没有VIP武器跟魔关语 只能用巴掌攻击印上 也是蛮奇葩的 游玩过程中的对话说明都很精简 不会有太多废话 整体UI不同于中国式风格 也不会狂场广告 而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不断向上爬塔 每一层都需要解任务跟击杀守门的BOSS 满有寒漫风格的设定 在同层的地图移动的时候 会采用岛跟岛之间来跳跃 是蛮有趣的世界观设定 而且不同层的风格都不同 虽然岛屿都不大 但能呈现不错的丰富性 游戏虽然不是ARPG 但居然意外的有些打击感 也不是那种只能靠画面震动 但实际砍下去 怪物连抖都不抖一下的假打击 不过不能边移动边攻击这点 是有点可惜 职业跟技能是跟着武器而定 主要分成剑士、弓手、法师、辅助 可以随时变更武器来转换技能 但因为技能养成的点数 获取来源是固定的 重置需要上层道具 所以也无法任意切换 后期来说会需要专心培养 但不得不说 玩家出奇用的武器也太弱迫了 只能拿木头数字来打怪 堂堂的异世界穿越者 却比路边的NPC还不如 没事我拯救世界 你们就偷着乐吧 前期并没有太多难度 靠路上赠送的装备也够用了 任务有巡路指引 战斗也有AUTO挂机 顶多就是BOSS站要注意一下 而且没有用太恶心的数量要求来拖延 另外击杀部分怪物 有机会获得装备、零食、材料等 怪物的零食获取一定数量 可以召唤作为宠物 但我打蛮久都没看到半颗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花金币 二斤购买礼包 不然就继续使用系统送的哥布林就好 而装备也可以透过采集来制作 不过做出来的品质就比较随缘了 另外有个小屋系统 除了能装饰以外 还可以通过周围传送点 跑到了其他人家串门子 各经典相对来说挺简约的 除了强化培养材料、金币、从制道具、家具等 没有大小月卡、每日、每周、每季、礼包这些 部分道具也有提供游戏币可以购买 但不意外的话未来应该是会贩售实装 结论一杀一世界一花一天躺 整体玩下来还蛮有趣的 跟以前玩月光雕刻式的感觉蛮像的 但目前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像神奇的穿模和卡死Bug 几个每日任务可以合并或精简以下 PC版也没有提供键盘的说明或者按键可以调 画面色调上没办法调整 还有主打多国翻译功能还没有实装 而且目前能与场景的互动较少 至于其他玩法可以再慢慢追加就好 不用一上来就整一堆花招 然后都是在引诱玩家嗑嗑嗑 但后期会不会为了营收而作死 就是另一回事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